屏東 屏東最美的麵店 哇 它風格非常強烈 很像那個頂樓的小木屋 玻璃屋這樣子好美 天舞名漂亮的民宿 不可能是露天電影院吧 你要求婚嗎 你自己用的環境超漂亮的 種那個純正信任 屏東人的鮮奶茶 認真好喝 點起來 敗漾炸雞 嗨 大家好 我是內內 我們今天來到 屏東 我們去年三月不是有來屏東拍片嗎 有 結果是怎樣 大停電 上一次我們就發現 其實屏東很多漂亮的美店 美餐店 上次還有煙場等等的很多公共藝術的地方 勝利新村 對 都整理得很漂亮 所以呢 在這文區南裡的約會筆記準備好 我們幫大家找了屏東的約會景點 約會景點要幹嘛 冷氣 好拍照 食物 不確定 我們這次幫大家猜猜看 對 然後我們也幫大家找了很多適合打卡 拍美照的景點 我們再來看屏東要怎麼約會 怎麼玩 出發 本集呢感謝董妹妹爸爸贊助播出 其實很多人在問我們衣服穿搭是好看 但是老實說 我衣服呢 都是小憲哥在網路上蝦皮買的 沒錯 但是買衣服呢 是不是常常遇到 有時候有瑕疵 或是送貨不對 或是尺寸不對的情況呢 就從別擔心 蝦皮安心退 退貨免運費 大家呢 只要在賤賞期內 也符合退貨規定的話呢 就可以申請退貨退款 只要在蝦皮APP上呢 找到申請退貨退款呢 陸上商品照片還有備註說明 就可以進入蝦皮官方的退貨退款流程喔 而且退貨呢 是完全免運費的 像前兩個禮拜我們有去市集擺台 然後我們就訂那個裝置小物 結果賣家送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有少東西 我們就真的有使用這個服務喔 我們就在上面申請退貨之後呢 他就直接進入蝦皮的審核程序 而且他退貨退款狀態呢 都會即時更新 我們也馬上收到正確的退款 沒錯 使用下來我覺得很方便 也很安心 那假如按下完成訂單呢 就沒辦法退款囉 也麻煩大家不用濫用退款機制 因為這樣會浪費有很多額外的成本 詳細的橡皮安心退資訊呢 我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趕快大家安心買 放心退 我們要去吃屏東紫乾杯食囉 GO 第一間帶大家來吃Sacoli 霧咖啡 外觀看起來是老宅咖啡廳 然後它主要是賣日式的料理 咖哩飯 丼飯 飯 貝果 還有手沖咖啡 點在房間很溫馨 可愛 然後二樓也有用餐區 這是傳說中的屏東物價嗎 咖哩飯一百粗耶 好多飯也都一兩百 這麼漂亮的咖啡廳來說很平衡 地點有種嗎 環境很漂亮 菜單不行 我們點了 梅花豬咖哩 還有昭和布丁 茶葉餃 吃看 很常見那種甜甜的日式蔬菜咖哩 這個咖哩塊就是那個 BOMONTER 就是大賣賞賣的美股 上一分150 然後上面豬肉片也給滿多的 然後還有蛋啊 菜啊 很像學生餐廳的物價耶 而且這家平日還是客門的喔 我覺得是你喜歡的路線 很家常媽媽都不時能日式咖哩 不過它的濃度沒有剛剛非常濃 稍微淡一點 我覺得它辛香料感可以再重一點點 可是它咖哩最便宜一分就一百里啊 而且在這種環境 我覺得這價格很合理了 伍丁 哇 好濃 這個好濃 焦糖是微苦那個 然後淡奶香味也非常重 口感是偏硬偏嚴密的 好吃耶 這間可以耶 舒服的環境 餐點也不錯 錢包不會有負擔 而且它是在很安靜的巷洞裡面的 屏東美術館 它在70年前的時候呢 是屏東市公所辦公廳 它沿用成美術館 聽得到嗎 我完全聽不到它在講什麼 接下來呢是被譽為 屏東最美的麵店 美菊 有在浮誇 你看它 很可愛耶 哇 它風格非常強 有普普摩登的感覺 用色也很大膽 很時尚耶 菜單小小的很可愛 它價位大概是這樣 其實 相當中非常貴 嗯 有想像就便宜 這間呢 他們的椅子都是設計系列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捨得讓客人坐 你看它拖盤 怎麼都很美 很有設計感耶 真的 來了 來了 我們點了這些 然後你看 器皿都很可愛耶 好可愛喔 來吃看看麻醬麵 其實分量還滿多的 所以還行耶 而且麻醬上面淋了滿滿的肉燥 它這個設計空間 這個價位 我覺得很可以耶 前幾家就這麼厲害 對啊 我會不會很像在綠幕前面吃麵 像可以踢不一樣的景 幫我放巴黎的背景 鐵塔 巴黎鐵塔 可以啊 因為我們茶的時候風景很兩派 就是環境飄 但有人覺得食物 我覺得還行耶 它的麵是那種台南意麵 很細很彈的那一種 不是常見的黃麵 對 我很喜歡它的口感吃 很喜歡喔 調調分泌 芝麻香味也很重 配上肉燥這樣子 有點鹹甜鹹鹹 我覺得還不錯啊 而且50塊耶 所以我設計蜥蜴耶 我工作室是我一模一樣的那一種 那一張二手的就要六七千 對 我還可以跟小鮮說 等我開店可能就是長這樣 然後就說 對對對 就會有這個風格融入 柴頭湯 它整個都是柴頭的甜味 沒有那個胡椒或香精感 白蘿蔔的甜也有煮出來 很清爽 然後芹菜香味這樣 是清淡健康路線 對 沒有人工的味道 配麻醬的那種比較重口味 乾麵我就好喝 我們去麵店都會點了 九邊肉 剛才也是滷得很進去 老滷之路線的 口味偏便 它嘴邊肉也很有彈性 小菜來說我覺得也是表現很棒 然後有微微中藥香 帶點點甜味 嗯 美菊是我們的菜啦 就算它裝完普通好了 它也算是中上的麵店耶 對啊 而且價格也是一般小吃店 路邊攤的價格 嗯 環境又這麼美 我覺得這間我們兩個滿喜歡的 屏東最美麵店就有了 就這間也有了 這間店美到我想偷看廁所長什麼樣子 哇 真的是超有設計感的 牆壁瓷磚還給我倒圓腳咧 下一間呢是 吃貨胖子 是你耶 老饕啦 我的天啊 開玩笑的 欸它入口這裡很美耶 是室外桃園耶 前面是屏東書院 哇 還有池塘 很美耶 蓮花這樣 很漂亮 然後入口在這裡 這間有漂亮到耶 這邊拍到不行耶 這間景很厲害耶 店內風格是木質調 然後很多綠色植物 窗外看出去 有藍天白雲跟屏東書院 很美耶 來了 這間聽說很厲害 是舒芙蕾跟千層 我們點的是 泰奶千層 還有水果千層 然後點一杯紅一些奶茶 千層專賣店的話 他們是屏東的HARPS嗎 喔 喔 我來吃吃看 我很期待耶 是讚的鮮奶油 這個奶香味很濃 好好吃耶 我剛剛咬到草莓跟奇異果 那個酸味又把它整個拉得很甜 嗯 鮮奶油也有香喔 鮮奶油跟果香結合得很棒 來了來了 謝謝 我們舒芙蕾 好軟好美喔 它上面這樣撒得好漂亮喔 香蕉也有烤出焦糖這樣 好假掰喔 我覺得屏東HARPS 這個頭銜給過耶 我覺得可以耶 因為它這鮮奶油非常的好吃 很順口 但是它完全不會甜膩 是不會膩口的鮮奶油 這很清爽耶 我這樣子一個人這樣一整片是可以的 草莓跟鮮奶油 好少女喔 它舒芙蕾在做的時候 它剛剛那個蛋白是現打的耶 然後再加蛋黃醬下去做成舒芙蕾 現打的感覺就很厲害喔 現發泡的 好空氣喔 它在我嘴裡化開耶 棉花糖嗎 然後可可是苦的路線 不是那種甜的可可 它蓬鬆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口感 對 這間改名叫雲朵舒芙蕾 對對對 千層也好吃 我覺得這間的甜點可以吃起來 這裡好漂亮喔 孔廟喔 很像宮廷去耶 皇上來追王 對 這邊是易坤宮 剛剛教訓完我們家的劍壁 好可怕 我不得不幫屏東市政府拍拍手耶 他們連這個洗手台 都這樣子給我紅綠配色很漂亮耶 而且鏡子很有設計感 以園區來說 沒有亂貼什麼標語啊 對 然後整個很乾淨 濕搓鬆膨擦 對啊 什麼沖脫泡蓋送 我覺得就很棒耶 維持得很乾淨很簡約 不會像眼花撩亂 因為很多觀光區都 亂貼一些的美人 孔子廟這邊整理得很棒 然後它就在聖利新村旁邊 所以大家可以一整個系列 來整理這樣拍照來玩 一日遊的感覺 我們幫來屏東約會的各位呢 找了一個約會點 建民公園 在地人都推薦的 然後聽說裡面有很多 很漂亮的裝置藝術啊 來看一下 欸 屏東其實弄得很漂亮耶 整個公共區域的設計 都有在注意耶 有了有了 有歐洲感耶 那個樹就是歐洲才有的啊 對啊 然後沒有奇怪的愛心什麼的 那個裝置藝術 對 粉紅色大愛心 我真的受夠樂福了 你們不要再放樂福 很適合約會散步耶 會不會人家以為 自己的抖內內是屏東縣政府 有可能 我們推到不行耶 欸 屏東縣政府 順便抖一下吧 你們真的整理得很棒 我覺得很用心 讚 欸 這公園很大耶 我想上去看看 這公園到底有多大 欸 整理得很漂亮耶 裡面還有這種裝置藝術 我覺得會有到 國外玩的感覺 就是他們的美術館就大概就長這樣子 附地很大也很有美感 欸 屏東不得了耶 這些造型這些裝置藝術 這個造型叫在水一方耶 浪漫喔 下一站呢我們來到的是竹田車站 這個車站不得了耶 它大概1919年開始啟用 100年了 它也是台灣現在 圍二圍三少數的木造車站 很漂亮耶 其實很美耶 很日式耶 幫我配歷史小教室的音樂 竹田車站呢以前也叫做 顧名思義這邊就是 囤放貨物的車站 那主要這邊囤放的是以稻米為主 所以呢竹田車站其實跟米息息相關 附近就有很有名的醬油廠 還有黏米廠等等的都在這邊 欸 這邊環境很清幽很漂亮耶 很慢活的感覺 等一下 難怪這間叫燉物所 對 這上次我們要來就撲空 因為停電 對 在開箱大和燉物所之前呢 我們這台竹田車站是因為 我們要住的民宿呢 就在竹田車站 約會幹嘛 是不是要超美超漂亮的 一定要 我們這次找到一間真的超漂亮的 我們先開箱住宿給大家看 走 竹田車站出來這裡好像有在美耶 還有這些落葉 街道都還滿漂亮的 可是它有越古特別的氣味 就這邊可能養一些動物啊 海蟹物也會要重一點 我們這次住的就是這一間 德旅店 它是一個黏米廠的老宅改建的 很漂亮耶 很異國耶 不是 它這個有設計過 我光看門口這樣子 你看 圍林 百色 因為不少錢 來囉 開箱給大家看 哇 你看這個鐵門 有夠有質感的 很漂亮耶 是摩洛格嗎 它是一個玻璃圍幕的 是餐廳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露天的庭院 然後後面就是那個廢墟的工廠 整體是土紅色 然後設計感很強烈的建築 它這個外牆都是用洗濕的 聽說是到我們出門的牆上的印象 喔 浪漫喔 然後這個玻璃圍幕呢 是吃倒餐的用餐空間 也這樣的接待所 帶大家開一下我們的房間 你看這個入口 那樣鳥籠的概念 對啊 旋轉樓梯 然後像外面這樣子落葉一直飄下來 還有意境 來囉 來囉 這樓梯感覺有點 長輩跟行李不友善 剛剛我們要搬行李 對 這一個呢 是老闆娘 阿公留下來的 這是鐵座保險箱 而且你看上面的紋路 是日誌時期留下來的 然後這個轉的地方也是日文 老闆娘說呢 因為阿公後來實質忘記密碼 所以這個鎖呢 一直到現在都沒開 他說假如有人 哪一天可以解開的話 他們願意奔贓 欸 開了嗎 沒有啊 現在這樣子夕陽灑在樓梯上 來帶大家看一下二樓 二樓這邊 看起來是一個交椅廳 你看這樣看出去 哇 這裡很浪漫耶 真的很異國感耶 而且這間民宿 細節跟擺設都很到位 這一定花很多錢 這應該是我拍片這幾年來 前五名漂亮的民宿 我覺得有 整個這樣通透紅磚結合玻璃這樣 有在美 有在美 你看上面 我們這次住的是四樓 我們上去開箱給大家看 我很喜歡這樣子有層次的空間感 你看這邊就有個小戶外的感覺 這邊好像看起來是兩人房 然後價格大概好像是2000到3000左右 價格還可以接受 以這麼美的設計感來說的話 這間是青紙房 其實都很漂亮耶 都有一種日式結合工業風感覺 就看出去的風景不得了耶 很有層次感的空間 但我夏天天我會小擔心一下 可能會偏熱喔 屏東很熱 來… 不可能有一個陽台吧 那邊就是軌道跟火車還有車站 這裡很漂亮耶 可是一直有豬屎味 有啊 我們住的就是這一間 很浪漫耶 我們這一間呢叫做和串 然後這四樓是頂樓 很美耶 我們來開箱看看 玻璃屋嗎 很像那個頂樓的小木屋 可是是很有設計感的 空間沒有很大 但是很美 非常美 然後它的衛浴是在戶外耶 很像衣服畫耶 這樣好節日喔 然後來開箱一下廁所喔 然後它廁所是這樣分開來的 馬桶跟淋浴間 也很通透耶 欸 真的很色耶 那你可以拉蓮子吧 這個修圍 這個太色了 好 可以喔 沙發座這邊也是滿奇怪的 比較跪去的 你知道嗎 這間很浪漫耶 我覺得約會很可以 而且你看這樣子看出去 玻璃屋這樣子好美喔 屁屁暗人的感覺 然後旁邊就是夕陽跟車站 可是晚上怎麼睡覺會不會亮起 這邊有窗臉吧 五 欸 欸 是住房小驚喜嗎 它這邊還是可以有點隱私 這個可以拉起來 不然你看 其實下面那一間房間 硬要也看得到我們在幹嘛 對啊 不然趴在窗戶上了 欣賞風景 對對對 這陽台我超喜歡的 好想半烤肉排喔 現在 這間有吧 趕快大家屏東約會可以住這 可是這邊開到屏東市區 大概要15分鐘 20分鐘 有些地方有點小透氣 對 這邊有點小赤裸 我洗澡假如沒有 馬上穿衣服會被大家看到的那一種 現在應該也是沒人要看啦 欸 很難說吧 應該很多人想看吧 不過我現在身材沒有很好看 兩年前還可以 這竹田車在前面這邊呢 有一天叫做 兩個人四口 是一個很可愛的義大利滴騎 欸 logo設計跟裝潢都很可愛耶 內用區的色系也很可愛 它很多特別口味的橄欖油 黃豆 茶豆 醬油 好康相報 德旅店呢 他們認出我們 他們就說 只要呢 大家是看影片來的 他們都會有這個 奕斯兵請的兌換券 美方一張 照吧 點了醬油跟橄欖油 然後橄欖油敷一杯 小橄欖油 楊枝甘露跟火龍果 香蕉火龍果 醬油口味是什麼味道 是薄鹽醬油嗎 這焦糖的味道 就是海鹽焦糖 蠻特別的 你吃吃看 鹹味有點相似 它感覺加了焦糖 然後巴酵感 重了 我覺得它更有層次 它尾韻有一個 鹹鹹暖暖的味道 然後甜味不會在嘴巴徘徊很久 因為我們有吃過別的醬油冰啊 很可怕 西蘿蔔 這個調得很好 是不是 完全不突兀 它橄欖油 我們就去說實話 有點像吃肥皂的感覺 它前面是牛奶味道 然後後面就跑出那個 可是那種感覺是高級植物 草本肥皂的味道 是專櫃的那種 不是奪芬 是專櫃的 醬油很好吃 我覺得醬油可以吃掉 而且它醬油是那個 豆油脖的醬油 然後最近就在得旅店 大概走一兩百公尺很近 豆油脖就是有得過獎的 對對對 我覺得兩人四口的義式冰好吃耶 大家可以走過來吃 在這邊好可愛喔 現在我們直接來民宿旁邊的 這一個大河頓悟所 哇 當老倉庫然後爬滿植物 好浪漫的感覺喔 有鐵鏽跟植物這樣子 好美喔 哇 好喜歡喔 好漂亮耶 你們看它的座位圈 這個桌子很酷耶 它是黏在牆壁上的 然後整個都是老倉庫這樣子 古色古香 這邊有這樣的鐵桌子 你看這個通透的空間 外面好像院子 很美 你搭起雞皮疙瘩 真的 拜託我來屏東約會 這兩間一起來 住德旅店 然後來旁邊的大河頓 這間也要來 好漂亮 你看這裡 好美的 這邊來接求婚成功了吧 這邊第一下方就是一人一杯飲料 像這個芝麻仙奶是130 你的叫做 阿里山小葉奶茶是150 這邊飲料價格比較 台北 我們來點了這個點心 它叫做 湯地瓜乳酪 好吃耶 上面地瓜泥很綿密 然後下面那個塔皮很酥鬆 奶香很重 口感很搭耶 兩個很鮮明的口感組合在一起 這不會甜 是地瓜本人香 奶香地瓜香跟塔皮的香都有 而且它上面是有稍微的炙燒 有有有 有那個微微焦香氣 高級的胃兒喔 我現在很開心很舒服 像剛剛看著夕陽 然後他們又點燈那樣 好浪漫 它火車開過去 環境跟食物都好棒 大河動物所可以來 晚上這樣點燈好美喔 晚上夜市也當酒吧耶 對 可是我們只開到六 對啊 就晚上又變餐酒館那種也很適合 那二樓可以上來耶 我們白天可以來這裡分照 哇 直接看竹田車站 晚上其實也很漂亮耶 那也很浪漫耶 就整個很清幽很鄉村的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要來吃得旅店準備的晚餐 我們來看一下 哇 不可能是露天電影院吧 在這邊 好浪漫 你要求婚嗎 可是我偷準備驚喜 真的很浪漫耶 在這邊吃 就你準備還是他們準備的 因為我那麼閒是不是 很失望 很浪漫耶 哇 在看模擬在這邊 然後這邊他們準備的是可家料理 附近餐廳的 對 然後聽說這個焢肉還是用柴燒煮出來的 豆沙味的感覺 很浪漫耶 很棒耶 這次他們準備的不是我們特別要求的喔 好吃 很家常 菜的草的爆香味很重 蒜香也很香 聽說是雙胞胎帥哥老闆煮的 我是沒看到的 不知道 我來吃這個焢肉 他說這個聽說很厲害 他家訂的話一個人是400塊 然後是無菜單的客家料理 同期他們準備一人份 因為我們說白天吃有點多 這樣子其實很澎湃耶 他說一人份這樣子 來吃吃看這個柴燒的焢肉 期待喔 怎麼了 調味很香耶 所以感覺一咬那個肉沒有很費勁 肥肉的地方很化開 然後瘦肉的地方還是有點嚼勁 兩種做法 它滷得好香喔 那個醬味好壯 我覺得又有加醋 有點微酸 其實比較沒有那麼膩 晚餐這樣子在這邊吃好爽喔 然後他們是跟附近的一間叫 錫原廳訂的客家料理 就是有雙胞胎帥哥老闆 再提一次 這邊的客家小炒一定超到底 好好吃 每一道都好好吃喔 鮮味很重的客家小炒 我覺得比家常再更好吃 嗯 今天晚上很涼 在這露天這樣子看影片 好舒服喔 大家晚安 太幸福了 然後這邊還有 陳時冰箱 然後裡面有 啤酒飲料等等的 大家可以自己口錢 房客的話 還會有水果跟甜湯 然後大家可以在這邊 自己找錢 等等的 我剛剛說Kiki生氣很像我 你剛剛說什麼 我想不出口 怎麼講啊 老魔女氣笑 還蠻幽默的 大早安 欸火車耶 是說早餐 墨西哥雞肉捲跟農湯 早餐的環境是這樣子 很漂亮耶 早安我們來帶大家吃早餐 這一間是 古科 我們來看古科 那該不會以前就是一間古科吧 有可能耶 因為很像耶 你看它外面那個綠色的那個石頭 有針索感 對 環境是老宅結合輕工業的風格 這間主要是丼飯專賣 古科後面有小香港耶 你看上面很漂亮耶 為什麼小店後面有這個空間 感覺港式警匪追逐 在這邊盤 電影隊來這邊去檢一下 然後它廁所燈是這樣 往右轉就開了 好可愛耶 小器官 來了 我們的是醬燒牛腹肉丼 還點了一個鍋煮煉奶茶 它的牛肉是不是有先上面炙燒過啊 它上來的時候很香耶 超香的 烤肉的香味很重 而且是高級的炭燒香氣 它牛肉其實給很多塊耶 都還蠻厚的喔 而且色澤好漂亮喔 肉味很香 整體的肉質是偏有彈性的那一種 然後上面撥滿了蔥花海苔 下面也有那個淋醬汁的丼飯 那個香氣非常豐富很香 我們已經吃了三塊囉 然後這邊很多片 很像在吃牛排耶 可是這一份兩百多塊 然後又有蔬菜 櫛瓜 南瓜等等的 而且份量很夠耶 還有附飲料 蘋果醋跟清茶可以選 我覺得最先來猜猜看 它真的很香耶 環境很舒服 鍋煮奶茶 完全是我的菜的路線 容易煉乳香氣 然後茶也很香 沒有給過耶 大給鍋 這很港式的味道 夠厚 茶感也很重 小憲哥超愛這一間耶 我好愛喔 肉好好吃喔 它的肉就是很高級炙燒過的牛排 然後加上很厲害的日式調味 然後份量很敢給這個棒 這樣子 尤其是男朋友在重訓的 各位男女朋友趕快可以帶男優來吃 我們帶大家來到的是 屏東市裡面的省力青春 這邊呢其實是給一些軍官啊住宿的地方 後來又接管成眷村 荒廢一段時間呢 現在就改建成這樣子 很多餐廳小店的處 很美 其實規劃的很用心耶 而且連水溝蓋都有特別設計過 整個園區就是很美 你看這樣乾淨的街道 樹木房子 這裡很漂亮耶 而且沒有那個觀光手 就是那種醜招牌 或奇怪的廣告 五鹽六色的東西 這邊都整理得很漂亮 走在這邊超舒服的 要帶大家來吃的是 木灌涼麵 就其中間 你看好可愛喔 浴室老宅的感覺 裡面好漂亮喔 你看 那個浴室空間 然後陽光灑燈露營 那算多復古小件耶 然後座位區很寬敞耶 這邊有榻榻米的 然後很多老物件跟古短家具家店 紅白雞刃天堂 你知道這個嗎 我沒有玩過耶 那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放卡帶的嗎 對對對 就錄影帶那個倒車的 它真的有賣涼麵 鍋燒定食等等的 一些品項還蠻多的 來了我們點了涼麵 是配紅茶套餐 這是寶石方塊氣泡水 你自己用的那個環境超漂亮的耶 很熱的感覺 我們剛剛這樣子光影灑下來坐在窗邊 而且器皿也都好漂亮喔 筷子盤子啊這樣子 整個都很復古 是一個顆的感覺 它醬的顏色好深喔 感覺味道很濃郁 來吃吃看 它那個芝麻味很重 很油香 太順口 非常順 然後麵條很黃 感到脆脆的小黃瓜 跟豆芽菜很清爽 然後不斷有蒜味衝出來這樣 就滿重口味的涼麵 套餐還有附味生湯 裡面有共玩耶 而且有兩種豆腐 有油豆腐跟一般的豆腐 剛才還不錯耶 好開心喔 入光我覺得 我來吃吃 環境又很棒 你可以拍到不行 這邊很適合這個環境 你知道喝起來像什麼嗎 像乖乖那個水果果凍 再加蛋珠汽水 很適合這裡耶 然後回到童年的感覺 我們下一間要去吃冰店 大家注意一下喔 勝利新村的園區很大 剛剛的涼麵離這邊 其實有一點點距離 那我們現在要去那邊吃冰 走在這邊好愜意喔 你看這一區也很漂亮耶 這一區的眷村感覺 比較重一點點 下一間冰店是這個 玉木宣冰室 也是很美耶 很可愛耶 剛剛感覺是同路線的 也是日式老宅的感覺 很多古物 冰店的意象跟風格也很強力耶 內用是每個人低效一個品項 然後飲料啊 冰 很多口味 來呢我們點的是 雨漬金石膜 茶包冰 好豐盛耶 這一間的古島 日到不行耶 感覺都是日本外什麼 東京豬式灰色的一堆老物 來吃吃看它的冰喔 冰抹茶 算濃耶 其實你知道我覺得最棒的是什麼嗎 它窗外看出去的景色 不是那種獨毀 一樣是延伸的日式建築 很像穿梭在古代的那種感覺 旁邊配料還有再加珍珠 糰子還有那個茶凍啊 下面的糖水是黑糖糖水 所以它其實有抹茶跟黑糖兩種味道 你腳很醜耶 我就想盤腿 可是糰子是不是有點結實啊 有點難有 澱粉感很兇 小心耶 這個可能會噎到那種糰子 就是害花田一路爺爺刮掉的 你有看過花田一路嗎 花田一路爺爺感覺很像會出現這個場景 對 花田一路他們家就是長這樣啊 對啊 沒想到我們是同年代的耶 沒有 我是小二還是幼稽人看的 我也是啊 我可能 真的啦 那時候都高中了嗎 沒有 沒有那麼大 好像是國高中 對啊 其實整體算是比較常見的報兵 不管是味道 配料就是滿常見的 就是在這環境就很加分 就算是賣100多耶 好像還行 因為很多地方賣要200多了 對對對 玉木軒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因為都在盛利新村這個園區 其實很多店你可以自己去挑自己想逛 類似居酒屋啊 也有炸雞什麼的 這邊選項很多 真的要幫屏東政府先拍手 盛利新村真的整理很好 然後這邊很多選項 大家就可以來逛啊 去吃自己想吃的 盛利新村對面這邊有一個 就是宜購公園也可以拍拍照 他說這邊的建築物是沒辦法修復了 盛利新村是重新再修復了 然後像這邊 因為它的結構已經沒辦法做成像現在那樣子 裡面斷圓產品了 對 所以這邊就把它改建成一個公園 其實也很漂亮耶 你看 廢墟加上綠色植物好浪漫喔 現在是兩層樓的耶 哇這樣子你看 老房跟陽光這樣子很好拍耶 很美耶 你過來看 它連公共廁所都這麼美 哇還有綠化啊 不可能然後下面是木頭這樣子 屏東什麼時候變這麼美啊 我覺得這邊很適合辦市集 喔有有有 很像你們那個啊 建國建村 對對對 這邊真的很棒 我覺得大家 勝利新村跟宜購公園就會來這邊 吃吃啊拍照 我覺得一整天就在這邊也可以耶 我真的很像收屏東市政府的錢 在那邊宣傳觀光 一直城鎮都不行 下一個行程比較嚴肅一點 因為我要來送那個城鎮信牌 什麼意思 下一間是內內雞蛋糕 哇 欸我有版權耶 我真的有去註冊內內這兩個字 喬派 內內雞蛋糕我會叫內內 是因為他們家的狗叫內內 那隻辣椒 那你要跟內內合影嗎 好 雙內內 內內吃內內 你就是內內嗎 內內你好 哈囉 超喜歡你了 真的假的 我想說來吃內內雞蛋糕 欸它好可愛喔 真的啊 我也看到本人了 本人走 一間很可愛的雞蛋糕小舖 好多內內 來了雞蛋糕 而且你看我們上次吃的那個榴槤冰 秋菱嗎 對秋菱就在這裡 我們點的分別是香草卡士達 伯爵茶 泡菜起司 金沙鹹蛋黃 那平常他們是四入座 然後讓我們嘗口味是幫我們做這樣 然後大家平常一個口味是點四個 先來吃吃看原味的卡士達 奶感很重耶 而且它邊邊那個脆脆薄薄的皮 有兩種口感很開心 那卡士達意態到不行 其實給很多耶 我剛剝開的時候怎麼線這樣子滿出來 伯爵茶口味的 這是伯爵奶茶雞蛋糕 好香喔 伯爵茶香氣好重 對啊 你看上面那個茶葉超明顯超多的 泡菜起司的 喔 起司味好重 這泡菜是會辣的那種 不會辣 很鹹香耶 嗯 然後酸酸的配上起司的香氣 其實也滿搭的 嗯 欸 好好吃喔 然後配上邊邊的薄脆的餅乾 鹹的也很好吃耶 金沙蛋黃口味的 噴出來了 金沙超好吃耶 它中間很濕溫 然後鹹鹹甜甜的奶香 嗯 欸 鹹蛋黃口味要點 這是你的第一名嗎 嗯 我很喜歡 等一下 這口味可以做成月餅嗎 這好好吃喔 好像有小攀在裡面耶 對對對 而且是流沙的小攀 完全不會乾 不會過甜的小攀 很像鳳凰酥 現在熱熱的香氣就很重 我覺得鹹蛋黃大家可以撕起來 鹹蛋黃要吃 好啦 內內這名字跟你們分著用啦 可以授權了嗎 可以授權 因為純粹現在還幫我收回來 內內已經11歲了 她這名字用得比我還久 你搶人家的 是我搶她的 抱歉啦 掰掰 好可愛喔 雞蛋糕配下午茶 我們幫大家找了一間 很有質感的飲料店 叫做日紡成茶 很美耶 這設計感很強 然後聽說他們家的茶也厲害 她就在屏東火車站對面 風格很簡約清新耶 連門牌還給我設計過 然後她這邊還有內用區 也很漂亮耶 很用心的空間耶 欸 她這邊有羊奶耶 好特別 我想喝喝看羊奶茶 這間叫什麼 屏東人的鮮奶茶 哇 欸 它杯鮮也好漂亮 對 很有設計感 而且它裡面加的是那個耶 加配鮮 屏東的羊奶 連羊奶的瓶子都很漂亮 這間都有重新設計過啦 很美 好緊張 這個是 滿分羊奶茶 是羊奶加紅茶 美 有 這個有 可是我是喜歡的 如果是我可能要點牛乳耶 有點太草地的感覺 對…有點騷味 好騷喔 那聽說這邊也必喝的清茶 這個我們點的是 檸香清茶 我們點的是一芬糖 夠重會回甘耶 然後清茶那個發酵的香氣有出來 這樣好喝耶 這邊就會去很美 那邊坐著喝飲料 吹著很涼的冷氣 好開心喔 羊奶茶好熱喔 受不了 因為小憲哥 都不敢喝這個羊奶的鮮奶茶 所以我們就點了一杯 這杯就是 屏東人的鮮奶茶 它裡面是加 它酒爐的愛玉 然後還有橫春的蜂蜜 平哥大鮮奶 然後再加上日榜煮紅茶 所以這邊是在地的原料 蜂蜜好香喔 這杯超好喝的 像愛玉味道嗎 愛玉就是提升口感 其實不會感受到它味道 主要還是那個茶香跟蜂蜜 帶出來的香氣 這杯很好喝耶 拜託大家來點 整杯很順口 這杯是80 可是它裡面有加真的蜂蜜 它不是那個加蜂蜜 對 要給人家加蜂蜜 對 我們又外帶一杯 屏東人的鮮奶茶 我們剛剛灌完三杯 要再買一杯 我認真說 這是我近期喝到 前段班的鮮奶茶 認真好喝 還有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后甲夜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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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耶 它搬家好漂亮喔 它现在变这样子洁白工业风的 它空间感觉很大耶 然后又有点结合老宅的风格 很可爱耶 它六日的中午也有开来 我觉得这边白天也会很漂亮耶 哇 这里很漂亮耶 用心 很大耶 很香耶 韩国啊 曼谷的咖啡厅 很美的空间耶 今天结合了木族调古董还有老宅的风格 很漂亮耶 来了 我们点了这个绿咖喱泰奶 还有这个是香兰绿咖椰吐司 很绿耶 有点云光绿 可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的 好像有时候是这个颜色的 对 都有 炸鸡 它们新的店生意很好 好骄傲喔 讲到什么 熟悉了没有 好香喔 香料 椰奶 然后绿咖喱的辣味这样子 晚上这样可以喔 晚餐好开心 这边有点餐酒馆的感觉 在这边环境很舒服 有做这样晚餐食材这样很酷耶 而且我觉得很适合约会耶 你看这是什么 圆茄 哇 很道地 很好吃喔 它的圆茄这样吸过满那个绿咖喱的汤汁 超好吃的 很juicy 南洋炸鸡 哇 鸡看起来很酥耶 对 炸到里面有点空气感 哇 轰松轰松 来沾这个酱吃吃看 哇 好酥脆 你们听就听得出来 热皮之酥脆 它沾这个酸酸辣辣的酱之后 那个逆感完全不见了 然后剩下的是鸡汁的那个香气 哇 好好吃喔 哇 没有在吸汁的声音耶 哇 拜托大家点这炸鸡 点起来 拜托 南洋炸鸡 为什么太奶胜半杯 我刚喝一大口 一如既往的好喝 哦 手标擦干好重喔 很泰很浓 南洋也很重 他们家其实不会做太甜 嗯 我觉得台湾人好味 台湾甜 太后夹还是要好吃 约会必备耶 打开来晚上的德旅店也很美耶 回到民宿了 现在看星空听蟋蟀叫声 屏东只赶约会之旅结束 屏东很棒耶 我必须说 就很多地方的整地很棒 然后很多很可爱的店 其实这两天是非常开心的 我觉得有些店你放在台南台中台北 也可以排上前几名耶 我觉得步调很慢人很少 很慢活哦 对 大家比记起来 礼拜一呢 屏东夜市几乎很多店休息 礼拜二呢 胜利行程共休 礼拜三四呢 很多店家都会休息 那我们大概都开五六日这样 五六日几乎都会开 对 大家就稍微查一下店家开的时间 不要碰壁了 好啦 那大家假如喜欢这一集的话 然后再大力分享出去 那屏东政府看到的话 就麻烦你下面汇款帐号 观光宣传的费用 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屏东走走 那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呢 大家可以笔记起来 可以约会啊 去旅行的时候也可以去踩起来 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让我们按赞留言 按赞留言YouTube 比较会推播 然后喜欢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分享 来 谢谢虾皮爸爸肚嫩嫩 虾皮爸爸肚嫩 好啦 大家晚安 我们等一下准备睡觉 其实晚上很凉耶 对 晚上不用开冷气 但也是有淡淡的意味吧 这边除了屎味 还会有那个肥料的味道 嗯 他们结合蹦出了一个 更特别的新滋味 好啦 大家晚安 我们要睡觉了 白波 晚安